只要往生极乐世界,再回来就很自在了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净土法门就是这一生是最后一生,不能谈转世,否则风险很大。 一些禅宗开悟了的人不求生净土,转世后,或者成为大文豪,或者成为大国王,或者成为大官,等而下之等,还会成为奸臣,成为一般人。 如果两世三世能得人身已经是大修行人,三世之后能不能保持人身都不一定。 所以一定要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绝明妙行菩萨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。 大家看西方确指,绝明妙行菩萨就是晋明帝时代的人,大概在公元三百二十几年。 他那一世是一个贫穷的人,由于感觉到极端的贫穷,所以发心念佛。 七日七夜念佛,得念佛三倍,见到阿弥陀佛。 七十五岁的时候往生。 他往生之后由于飞心甚切,就很多次的再来到中国。 再来就是倒架慈航来了。 或者做过比丘,或者做过居士,或者做过国王,或者做过官员,或者做过女人,还做过屠夫,乞丐等等。 虽然他释现了这么多身份过来,去救度有缘的众生,但是他都能够顺利地回到西方极恶世界去。 以至于在明末清初的时候,为了度他原来在唐代的八个弟子,这八个弟子没有往生,以后就修到家内丹,还喜欢福吉。 绝明妙行菩萨就降临基坛来给他们讲净土法门。 所以你只要往生极乐世界,再回来就很自在了。